令人震惊的发现来了 科学家最近发现 火星上的风比我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猛烈得多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不仅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未来在火星的探索与生存方式 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 火星上的风速远超早期估计 表现出比我们曾经想象的更强劲 更持久的风力模式 这种强风并非偶尔出现 而可能是火星环境中更普遍、常见的现象 科学家通过深入分析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 TGO 和火星快车号长期拍摄的卫星图像 发现那些火星尘卷风的风速最高 竟可达到每小时160公里 这个速度几乎是我们原先估计值的三倍 堪比地球上一场中等飓风的风力 这一发现正在彻底重塑 我们对火星气象系统尘埃传播方式 乃至表面动态活动的理解框架 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 火星的环境到底有多活跃 更重要的是 这些新数据并非只是学术意义上的突破 它们将直接影响到 未来火星任务的设计与执行 从探测器的结构到 人类栖息地的安全防护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因此而改变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带您逐步深入解读这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皆是其背后隐藏的科学逻辑 并探讨这些封闭数据将如何在未来的火星探测 与载人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现在就一起踏上这场风暴中的火星探索之旅 在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上 陈卷风是一种非常典型且频繁出现的地貌现象 科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通过图像记录观察到 它们在沙丘之间穿梭的身影 它们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地球上的微型龙卷风 阳光照射使地表升温 热空气迅速上升 并因地形或气压差异产生旋转效应 进而将大量细小的尘埃颗粒卷入空中 形成肉眼可见 短暂却强劲的涡旋 而这次研究皆是的新变化在于 驱动这些尘卷风的风力 比过去科学家认为的要强得多 这意味着它们能搬动更多尘土 作用范围更广 甚至影响地表地貌的演化速度 过去几十年间 基于着陆器和早期卫星的数据 科学界普遍认为 火星的平均风速不会超过每小时50公里 更强的阵风被试被偶发现象 难以对地貌造成持续影响 然而 这项最新研究 以大量观测证据 彻底挑战了这个长期共识 暗示我们一直以来 可能严重低估了 火星大气的动态火力 研究人员调取并分析了 过去二十多年间 有轨道器拍摄的 超过五万张高分辨率图像 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尘卷风数据整理和系统分析 是目前针对火星风力现象 最全面的研究之一 这些珍贵的数据 主要由两台设备采集 一个是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搭载的 CASUS高清立体相机 另一个是火星快车号上 久经考验的 HRSC多角度成像系统 它们提供了不同高度 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详细画面 为了从海量图像中提取有价值信息 团队沿入了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 这些AI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在 不同地貌和季节变化中 形成的陈卷风 大幅提高了分析效率和精度 研究人员从庞大的数据集中 精挑细选出300个清晰 特征明显的陈卷风事件 进行精确测量 确保得出的结论 具有代表性和统计学可靠性 借助立体撑像技术 与时间序列图像比对 科学家得以看到这些陈卷风如何在火星表面移动 包括它们的路径 速度和扩散范围 仿佛为每一个涡旋绘制了动态地图 最终分析的结果让研究团队都惊叹不已 这些数字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火星风力上线的认知 研究发现 其中一些陈卷风的风速竟然能飙升到每秒44米 也就是每小时160公里 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早期气象模型所设定的最大上限 说明火星的风不仅存在 而且力量惊人 足以重新塑造表面景观 而且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强风的影响范围远不止在陈卷风的旋转中心 它们往往向外扩散 形成更广阔的风场 像一道看不见的扫帚 横扫火星表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陈卷风外围那些强劲的直线风 它们在扬起尘埃 维持沙尘长时间漂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相当于火星上的运输带 持续不断的搬运和搅动地表尘土 这也是科学史上第一次 研究人员能够基于实际观测到的尘埃活动 建立起一套关于火星近地表丰富的长期 全球性数据库 真正从看得到走向凉的准 这些数据也为我们研究火星大气中最活跃的边界层提供了可靠基准 这是大部分天气变化发生的高度区域 了解其中的能量流动 等于掌握火星天气的发动机 总的来说 我们面对的不是偶发的难以预测的狂风 而是每天都可能存在具备系统性和规律性的风力 这些持续作用的风 正悄无声息地塑造火星的地貌 并在推动其大气循环的同时 影响着整个星球的气候结构 火星上的尘埃绝不是单纯的风吹出来的产物 它本身就是气候调节器 地质参与者 在塑造火星气候和地貌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就像地球上的云或洋流一样重要 这些尘埃威力能够改变阳光照射地面的方式 影响火星地表和大气吸收与反射热量的能力 从而引发温差 加预风的形成 并控制整个星球的大气环流模式 等于在火星天气引擎中扮演油门的角色 随着季节的变化和地理位置的不同 尘埃活动的强度也会有所差异 这种变化不仅让火星大气变得更加浑浊 影响阳光透过大气的程度 还会影响风暴的生成与传播 可以说是火星天气系统的开关 早期的计算模型显然低估了一个关键因素 火星尘土其实比我们想的更容易被封阳气 而且阳尘事件出现的频率也更高 说明火星表面比原来设想的安静许多的样子要活跃得多 这项研究提供的强风数据清楚地表明 沙尘被风力扬起的现象不仅更频繁 而且效率更高 也就是说 哪怕是一阵平时我们以为不强的风 也可能在火星上掀起沙尘飞舞的风暴秀 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的现象 为什么类似于火星那种超系粉尘 能够在极稀薄的大气中漂浮那么久 就像在地球沙漠地区看到的尘埃高空漂浮带一样 从地质的角度看 这一封闭解释和我们通过探测器拍摄 所观察到的火星表面地貌变化 比如沙丘的移动 地表条纹的生成等现象 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对应关系 彼此印证 像是那些被拍摄到不断移动的沙丘 地表上规律分布的明暗条纹 还有大片覆盖波纹的区域 这些特征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风 在火星上从未停歇 它的影响遍布整个星球表层 现在 凭借这次对风速的直接测量 我们终于能为这些地貌变化 提供科学的 可验证的物理机制 不再需要假设什么百年一遇的风暴 来解释眼前看到的变化 日常的火星风就足够有力 在众多发现中 一个容易被忽略 但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直显风的角色 也就是不旋转的 方向稳定的强风 这种风在地质与气候变化中 可能比陈卷风本身还要重要 过去几十年 科学界对火星陈卷风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它们的中心漩涡上 也就是那些最容易被拍到 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但这次我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外围 那些持续作用却长期被忽视的风流 研究结果清晰的指出 正是这些外围的风 才真正扮演了运输系统的角色 把尘土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 持续影响着火星的气候系统和地貌变化 就像地球上的季风或洋流 同样值得关注的 还有这次数据采集的方式 它标志着我们在火星观测技术上的 一次质的飞跃 不再依赖有限的地面设备 而是从轨道层面 开展了全球规模的动态风速监测 回顾以往 科学家大多依靠着陆器上安装的传感器 进行孤立测量 或者使用大量假设进行模型推演 但这些方式首先于地理范围狭小 时间跨度短 很难反映整个火星的真实疯狂 而这次研究 得益于 和摇杆技术的突破 实现了在全球尺度上的 自动化陈卷风识别和风力分析 是火星观测史上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量变引发质变 这意味着 科学家终于拥有了一套 基于时间序列和地理分布的 统计学可靠的风力数据 而不是过去那种 偶尔捕捉到的意识性快照 这对于构建火星气候模型至关重要 除了学术价值 这些数据对火星任务的实际运营也意义非凡 从探测器着陆点的选择 到设备的耐风设计 全都能从中找到参考依据 因为在火星表面 风的存在不是背景音 而是一个活跃的干扰因素 它能加快设备的表面侵蚀 也会让太阳能电池板迅速蒙上尘土 影响供电效率 甚至干扰仪器运转 回顾过去的经典任务 从勇气号 机遇号到好奇号 毅力号 再到洞察号地震探测器 这些探测器 无疑不曾亲身经历火星风的影响 有时风带来帮助 有时也带来损害 有时候 陈卷风恰好吹进了击尘 仿佛送来一场救命的清扫 但更多时候 它们持续的风沙摩擦 会悄悄磨损敏感组件 日积月累 造成不可逆的结构疲劳 而对于未来即将到来的 载人火星任务来说 这些风速数据的意义 更是不可低估 因为一旦牵涉到人类生存 风的每一次呼啸 都可能影响安全与生命保障 强风不仅可能吹到天线 险犯临时设备 还会改变尘埃的沉寂规律 影响气息地外壳的磨损速度 电力系统的散热效果 乃至建筑物的地基稳定性 有了这些更新后的风速上限数据 工程师们终于可以将以往的猜测 变成可计算的参数 在设计风和载 选材和风险模型时更加有底气 也能有效降低潜在故障的概率 简单来说 这批数据不仅丰富了 我们对火星表面动态的科学理解 更为未来的机器人任务和载人探索 提供了实实在在 能派上用场的工程参考 这项发现从三个维度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火星的整体认知 分别是气候建模 地表演化 以及工程设计 每一个方面都因为风的重新定义而焕然一新 第一 气候建模方面 更强的风意味着尘埃更容易被扬起 不仅速度快 量还大 这直接影响火星大气的温度 压力分布和环流结构 使得模拟工作必须引入更复杂的尘埃交互参数 由于尘埃是控制火星全球环流的重要因子 因此 阳尘效率的变化将迫使科学家重新调整他们的全球气候模型 从而更真实地还原火星的天气系统和季节更替 尘埃一旦积聚在大气中 会改变整个星球的能量平衡 引发温度梯度异常 扰乱气压分布 最终可能诱发大范围沙尘暴 这些风暴曾经让整个火星变得昏暗不见天日 通过将这次实测的风速数据输入模型 科学家得以大幅提高预测准确率 而这也将直接提升未来任务的应对能力和成功概率 特别是在面对突发天气变化时 第二 在地质层面 风成为塑造火星表面的雕壳石之一 强风的长期作用正逐步改写着火星的地貌轮廓 从沙丘的移动轨迹到岩石的风石痕迹 无不受其影响 这些封闭驱动下的沙尘重新分布现象 正好解释了很多让科学家困惑已久的地貌 像是沙丘为何成品向同一方向迁移 或者某些岩层为何出现异样的侵蚀条文 换句话说 那些我们曾以为是百年一遇的极端风暴 才造成的地貌特征 其实很可能只是火星上家常便饭的强风所致 日积月累 默默地进行着改变 第三方面是工程与探索实践 对于自动化探测器来说 火星风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它可能清理太阳能电池板 延长任务寿命 也可能带来结构磨损或传感器干扰 一旦涉及载人任务 风险则更为严峻 强风将直接影响居住舱体的结构加固 地面通信设备的稳固性 乃至紧急避险方案的制定 设计必须严格考虑这些新风速极限 别被火星的稀薄的大气骗了 即便密度低 这些高速风依旧足以带起大量尘埃 迅速遮蔽能见度 同时像沙纸一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打磨建筑外壳和机械表面 因此 从供电系统的防尘设计 到栖息地的毛骨装置 再到地面交通工具的稳定运行 这些基础设施 全都必须针对这种更强风的新现实 重新评估于适应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将更进一步 科学家们计划将轨道上收集的数据 与地面着陆器和漫游车的数据融合 构建更完整 层级更丰富的火星封离模型 当这些数据最终被纳入 高精度气候模拟系统后 我们将首次具备 预测火星上沙尘暴何时发生 风会往哪里吹 影响多大等关键能力 为任务运行提供提前预警 未来 搭载AI算法的新一代火星轨道飞行器 有望实现近实时监控 随时识别火星表面 是否有沉卷风生成 甚至预测下一次大风何时到来 有了这种能力 未来的火星任务 指挥中心可以像地球上的气象局一样 提前调整供电策略 合理安排宇航员的舱外活动 或在大风来临前及时关闭敏敏感设备 避免损害 此外 区域风矿图还能作为着陆点筛选的重要参考指标 帮助科学家避开那些易受强风侵袭的区域 提高任务成功率和安全性 毕竟在一颗风力强劲的星球上 哪怕选错一个着陆点 也可能让整套设备陷入风沙堆积或过度磨损的困境 早期的风行了解就是避免灾难的第一步 长期来看 这些数据将成为火星天气预报系统的基石 是实现稳定 可持续的地表作业和人类居住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 虽然火星的大气层稀薄到连声音都难以传递 但风却依旧顽强存在 它以低密度但高速度的方式 不停地雕刻着这颗红色星球的未来 这些风的力量 正在一种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的方式 悄悄改变着火星的地貌、天气 乃至它能否最终成为人类第二个家园的可能性 因此 所有未来登陆火星的任务 都必须适应这种风力更猛的新现实 设计上要更加坚固、智能 才能在这片红色风暴中长久生存 感谢您收看本期内容 希望这些关于火星风的新发现 能让您对这颗遥远星球的认识更进一步 未来 人类或许真的能在那里安家 但首先 我们得和风做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